大家好,欢迎收看星星脱口秀 最后他们还是在一位神人的帮助下才安全脱身 回到家的吴邪和赫少把文武牛头交给了国家 留下了比牛头更为重要的博书 呵呵不重要的交给国家重要的自己留着 你们还真是爱国啊 普通人看来只是一堆古文字并没有什么玄机的博书 在吴邪他三叔的眼里却看出是古墓的地图 从此他们就组建团队打着互保的旗子 开启了寻宝之路 刀疤攀子神人小哥 一行人通过水路穿越山洞 其间亵渎了基石地的白玉女子 还战胜了萌到被网友几乎操烂的诗鳖 千辛万苦来到古墓附近的村庄 在招待所住下的他们用餐时还意外的和陈诚诚重逢 说到小陈 他是三叔昔日恋人陈文锦的侄女 为了追查其姑姑陈文锦失踪的线索 不但提供了二分之一的博书地图 更是比吴邪他们先到一步 但有个毛庸 三叔为了他的人身安全硬是不让他下幕 无奈被妥协的小陈 只能和海少在地面上通过摄像头输出的画面过过眼影 在墓里的无邪四人遇到了各种机关陷阱 识别丧尸等 但再大的危险在神人小哥这儿都不是事 他那张会说死人语言的嘴 他那只无坚不摧的手 他那神弧奇迹的刀法 还有他那张俊俏的脸蛋和酷酷的发型 都偷着一种Obar I love you的气质 在墓里无邪和潘子救了曾经的恩人胖子 还救了曾经的敌人阿宁 呵呵 救了恩人胖子我能理解 救了死对头阿宁我也能理解 因为他是女的 与此同时在地面上的小陈和海少被阿宁的手下控制 不过大家请放心 本篇的武器只是对付一下诗憋而已 对人也就是吓唬吓唬 绝对没有丝毫的杀伤力 无邪他们终于和走散的三叔相逢 接下来他们一会儿抱团 一会儿撕逼 中毒的无邪更是晕了 醒了 又晕了 又醒了 就这样剧情在一惊一乍 拖沓的节奏中进行着 终于一大波僵尸 sorry 一大波诗憋的到来 逼着他们爬出了洞穴 为了防止诗憋 殃及村民 没等小哥出来就把出口烧了 小哥就这样 是人是鬼 什么时候爬上来的你 救过阿宁的无邪 自然是很顺利的帮小伙伴脱了险 并和阿宁含情默默的分了别 回到家之后的无邪他们大吃大喝 呃 这仿佛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这个这个 呃 我想想 有了有了有了 重点是三叔发现 从墓里千辛万苦带回来的博书是赝品 并怀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小哥安排的 三叔 不要因为小哥长得比你帅 血口配人啊你 既然博书是假的 那无邪拿回来的蛇眉铜鱼是什么情况呢 于是无邪他们就来到北京 找唯一了解蛇眉铜鱼的霍老太太一查究竟 结果老夫人是一位全世界都他妈欠他钱的主 不但没有告诉无邪 并处处为难他 害得无邪几人和饭店保镖大大出手 饭店保镖一路追 无邪他们一路逃 就在他们藏到一个角落 貌似成功逃脱的时候导演给我们来了一个神反转 是的 无邪和海少被人绑了 而且绑他们的不是别人 是整天和他们在一起的小陈姑娘 原来他也是赝品 并非三叔老相好的侄女 和阿宁一样 是大反派的手下 其绑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无邪拿回来的蛇眉铜鱼 就在他准备以此威胁三叔的时候 保镖突然追到了这里 无暖的小陈只好和保镖在外面周旋 同时无邪和海少也成功的逃之夭夭 而发现他们逃跑的小陈并没有去追 则是打通了老板的电话说 计划的完成 游戏的开始 三叔的失踪 神秘的小哥 第一季的结局显然是奔着第二季去的 希望到那时不要让我们这些稻米失望啊 我们下期见